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應該也感覺到了 其實從昨天的下半天開始 漸漸的隨著馬蛙颱風的離去 整體降雨都已經趨緩下來 而今天這樣的感受 將更加明顯 因為基本上颱風 對我們的天氣 已經沒有太大的影響了 各地大多都是晴或多雲的天氣 北部的高溫也回歸 好 來看到高溫預警 氣溫方面各地普遍 都是比較溫暖的 那麼預測今天北部地區 還有東半部的高溫 可以來到31到33度 中南部地區可以來到35度以上 尤其是南高平靜山區平地或河谷 容易出現36度以上極端高溫 一定要特別注意防曬 多加補充水分 至於各地的低溫 都在24到26度左右 因此接下來幾天要留意的是 日夜溫差也要開始擴大了 而水氣現在也減少了降雨趨緩 不過中午過後 山區受到了熱力作用的影響 仍會有一些短暫震雨發展的機會 不過這些雨勢通常到了晚上 就都會趨緩下來 好 未來幾天看到明天是週休假期 都還滿適合出遊走走 因為這樣穩定的天氣形態 會一路的延續到下週的前半段 台灣附近都沒有太明顯的天氣系統影響 各地都以晴到多雲天氣為主 而且氣溫也普遍滿悶熱的 不過明天星期六要留意的是 由於這個環境風速減弱的關係 在山區是比較容易發展起 午後熱對流雨帶來一些短暫震雨 甚至雷雨 而且一段這種對流發展的比較旺盛 就會擴及到平地 因此明天來說 南部的降雨情況會稍微增加一些 也提醒大家接下來一段時間 早晚天氣雖然都比較穩定 不過午後受熱力影響 將會有比較多短暫震雨的機會 有時甚至出現比較大的雨勢 尤其是前往各地山區活動 一定要留意午後的天氣變化 好 小丁 你也要持續提醒 今天南部天氣炎熱 記得要防曬補水 而這個週休假期 雖然颱風走了 不過海邊長浪人在 建議海上細水活動 還是繼續的緩一緩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更詳盡的溫度預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